你见过最会装的动物吗 就算它们现在在你的眼前 你都没办法相信它的存在 为了更好的生存 它们将自己培养成了天生的伪装大师 那么这些家伙又是如何伪装自己的呢 今天就跟着探索君一起看看 世界上十种很难让人发现它存在的动物 第十种看不见的幽灵鱼 你会不会觉得眼前这个东西是个透明的塑料袋呢 不 它不是 实际上这是一只全身上下都透明的鱼 这种幽灵鱼主要生活在南大洋 名为尊海梢 那它们为什么会进化成透明的样子呢 透明的形状更有利于幽灵鱼的生存 可以躲避天敌对自己的捕捉 它们的个头有大有小 最大的可以长到25厘米 如果你在大海里捕捞到了尊海梢 一定要及时的放生 不然就是违法捕捞海洋的珍稀动物 第九种看不见的比目鱼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沙子吗 可实际上你眼前的这家伙是比目鱼 它们能把自己变得和沙子一样 就算你的眼睛再敏锐 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由于比目鱼的脑袋和身子都非常的扁平 而且眼睛长在脑袋的右侧 想要看清楚海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必须把眼睛贴近了才能够看清楚 它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好的活下去 第八种看不见的雪豹 你以为这只是一只雪豹吗 其实它真的是一只雪豹 它们并不是天生拥有伪装的技能 而是作为动物界中的顶级猎食者 可以依靠这种隐形的行为 混淆猎物的视线 让它们不知道自己下一秒 到底会经历些什么